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诗元 带您来看新闻 25号 福建省陈静姑文化研究会 在福建福州正式成立 来自海内外600多位会员代表和嘉宾 共相胜举 当天 大会审议通过了 福建省陈静姑文化研究会成立的相关章程 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07人 常务理事41人 吴建青当选福建省陈静姑文化研究会 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福建省陈静姑文化研究会的成立 将进一步弘扬陈静姑文化 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荐两岸同胞相互交流 陈静姑文化 陈静姑它在我们台湾那边 已经是早就生根蒂固的一个文化 我们来众统把陈静姑文化来发扬 在我们两岸里面来更加一步的拓展 我们也常常过来这边追寻这个组员 然后也过来这边做了很多的这个 陈静姑文化的一些交流 一些学术的更深层的一些探讨 然后我们都很乐见两岸能够在这边 在这个宗教民俗信仰上 有更共同的这个根源 共同的一个信仰 然后有更好的一个发扬官大 据记载 陈静姑出生在福州苍山下渡 平时福威寄困 乐善好施 24岁时为救助百姓劳瘁允身 被老百姓尊为妇幼保护女神 2008年 陈静姑信仰习俗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统计 全球陈静姑信仲达1.2亿人 有以福建与台湾信仲为多 其中台湾主寺陈静姑的宫庙有400多座 配似的宫庙有3000多座 信仲逾千万人 不管是在福建还是在台湾 还是在东南亚的各个地区 都有广泛的传播 那这次的大会的这个召开 也是有利于 把我们这个沉静姑文化 更好的传播到这个各地 更好的传播到这个海峡两岸 日前有澳洲媒体称 一名逃到当地的所谓中国大陆前情报人员指称 北京正在暗中干扰台湾2020年选举 策划推翻蔡英文当局 并资助国民党2020候选人韩国瑜帮他胜选 不过很快上海警方就证实 这名自称前情报人员名叫做王立强的人 竟是屡次犯案的诈骗犯 目前在逃 曾经在岛内从事情报工作的退役将领 日前也纷纷打脸王立强的说法 曾经从事情报工作的台安全部门退役上校 李天夺直言 王立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更别说他能投入6.5亿新台币资金给媒体 寻求达到政治目的 对于王立强杜撰的故事 李天夺直指破绽百出 李天夺强调王立强完全不符合情报人员的基本条件 此外王立强声称七小就住在悉拟 更是让台军情报部门前少将陈虎门听不下去 陈虎门表示从来没有特勤人员会主动曝光七小行踪 不止台情报部门的相关人员纷纷跳出来打脸王立强的说法 台所谓移民部门也指出根本查不到王立强的出入境记录 在上海警方通报所谓叛逃中国特工王立强为涉案再逃人员涉嫌诈骗罪后 11月25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 就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王立强一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耿爽表示 在中方有关单位第一时间发布了权威信息指出谬误 做出澄清之后 澳大利亚方面个别媒体和人士置若网闻 仍然坚持错误的立场 执意采信一个涉嫌犯罪完全没有可信度的人的话 迫不及待的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激进对中国造谣抹黑之能事上演了一出拙劣的闹剧 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 中方奉劝澳方的有关媒体和人士 要尊重已经明确无误的事实真相 恪守骑马的职业道德操守 放下意识形态偏见 摘掉有色眼镜 不要再做不负责任徒增笑柄的事情 在台湾地区2020选举进入最后六周倒数之时 民进党当局打所谓反中排的动作 是愈发肆无忌惮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5号召开记者会 公布民进党团版本的所谓反渗透法草案 并计划28号举办公厅会 预计29号在台立法机构提案竞服二读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5号召开记者会 公布民进党团版本的所谓反渗透法草案 民定不得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 进行捐赠政治现金及影响选举民众投票的行为 也不得有游说行为 以非法方式扰乱社会秩序或妨碍集会游行 若是影响选举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并科五百万元新台币以下罚金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柯建明还宣称 此版本条文与日前所谓王立强案无关 而刚引所谓王立强案被打脸的蔡英文 24号晚和其副手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出席嘉义造势活动时 再度大打所谓反中牌 叫嚣所谓中国大陆打压 当天下午蔡英文在参加台中选举造势活动时 更宣称中国大陆对台湾选举干涉 只会欲览欲激烈 最后的改刀 我们的对手还是中国 一定的概念我们这次的选举 我们的民主不能被假消息伤害台东 针对近期部分外媒和台媒报道 大陆干预台湾选举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日前在应询时就曾表示 大陆方面从不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相关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 谁在这个时候炮制这样一个消息 谁才是意图干涉影响台湾选举 谋取不正当选举利益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对此看得很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陈赫南 来看看岛内媒体 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赫南您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 市员 就在外界纷纷讥笑民进党蔡英文 积不择实的意图用所谓的王立强自称间谍案 一时再度高举意识形态大棒去恐吓岛内社会的时候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后手已经展开 其速度之迅速也让外界嗅到了一丝不单纯的气息 根据所谓的王立强自称间谍案仪式中 王立强曾经提及的 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两位高管 疑似参与相关事件的表述 台当局调查局于昨天将 人在台湾的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两位高管 在桃园机场拦下并带走 根据台湾官方通讯社在今天凌晨发布的消息 被带走的两位高管在昨天晚间 已经被台湾方面以所谓的违反安全法规 移送检方侦办 并于今天凌晨裁定 两人限制出境出海 王立强自称间谍案仪式 以目前的态势和已公布的信息来看 这就是闹剧无疑 有关注境外媒体的媒体人跟我形容 帮助王立强进行所谓爆料的这家媒体 本身就是较为极端且小众的媒体 以排名论这家媒体在澳大利亚 连媒体前80名都挤不进去 王立强恐怕不是选择了这家小媒体来上瘾闹剧 而是他的种种说法 这荒诞根本过不了主流媒体的审核机制 那么对于民进党和蔡英文来说 他们为什么选择相信这样一项 连西方主流媒体和澳大利亚当局 都谨慎对待的闹剧呢 这其中掺杂了复杂的政治因素 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时间线 11月23号上周六 王立强自称间谍案一事发生 11月24号星期天 民进党对外强调 由该事件而引发担忧 将于11月25号对外召开记者会 提出所谓反渗透法草案 并宣示将会在一周内 完成立法机构的内部审查流程 并且会在未来一个月内完成立法程序 紧接着25号夜间 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 两名高管在台湾被带走 以所谓的违反安全法规之名 移送检方征讯 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出 事件的推进甚是迅速 不到72个小时内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 迅速地将相关事件彻底的扩散 成为了一次所谓的政治事件 王立强自称间谍案一事 只是被抛出的一个引子 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台安全部门是有救 王立强自称间谍案一事 向蔡英文提供决策信息的 蔡英文应该是知晓 这其中信息的真伪情况的 他和民进党选择相信这样的闹剧 为的就是在当下选举进入到 最后7周倒计时的时候 给民进党不佳的立法机构 明代选举的选情天火加温 民进党蔡英文利用台湾的司法流程 以及手中的掌握的这些行政权力 将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 两名高管以限制出境出海的方式强行留在岛内 为的就是继续不断地在未来的7周的时间内 在岛内去营造出意识形态的恐慌 去配合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内 明代立法的推进 以及拉回本就陷入到困境之中的 民进党在各地方的明代选举选情 类似的政治操弄不是民进党人第一次使用 其手段恶劣 目的自私 罔顾社会的观感和公平正义 为的只是将台湾社会不断地去拉入到 一个对立恐慌的深渊之中 我是陈河南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为您带来的相关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引博士 石原 好的 谢谢河南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了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来没有广东省民拍产品 还列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随着2020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蔡英文与中国国民党2020选举候选人韩国瑜 近来是在育儿补助议题上再度交锋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先前在中国国民党2020党内 初选时抛出了0到6岁公家养的托育政策 韩国瑜阵营日前也提出了666育儿政策 对郭台铭的证件进行了完备与改良 并揉杂了自己的想法 25号 韩阵营召开记者会 公布完整政策内容 蔡英文曾批评郭台铭的证件是财政不可承受的负荷 22号却在台东宣布相同政策 蔡英文承诺将编列千亿新台币预算推动其托育政策 育儿津贴从而提高到每月5000元新台币 0到6岁的儿童都将受贿 而韩阵营推出的666政策 则喊出一次性生育津贴 第一胎补助3万元新台币 第二胎补助6万元 每年再补助养育费6万元新台币 直到孩子年满6岁 基于这一规划 韩国瑜阵营的0到6岁公家养政策 预计每年需要再增加570亿新台币的经费 我们其实不是随便喊个1000亿 蔡英文说1000亿 我说他就是傻逼100分嘛 1000亿 1000亿怎么算出来的 可能随便喊喊 我们这570亿是非常非常有依据的 张善政火力全开 质疑蔡英文的托育政策是百分百抄袭 而县市长对蔡英文此番大开支票也急得跳脚 财政说不清楚 增加地方财政的困难 让地方更多的工作没有办法推动 0到6岁 我是没意见的 不过你要先把财货报表讲清楚 话给大家都会话 你要那个海涛法师讲的话 你的眼睛夜上中 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这不常天的一句话说都是假的 另据台媒报道 根据台当局发展委员会人口推估系统数据显示 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 台湾当年出生数是20.8万人 但该会预估到2020年出生数将降至17.8万人 有台媒分析 岛内少子化的原因是低薪 高房价 工时长 导致年轻人不愿生 不敢生 而民进党当局到了选举年才开始拼命谈补助大撒钱 但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好的 下面又是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5号 被拘押在伦敦东部贝尔玛石监狱的涉案司机罗宾逊 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参加了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举行的一场变速听证会 据了解 在视频听证会上 罗宾逊承认在2018年5月1号到2019年10月24号期间 串谋协助非法移民入境 针对他的指控称 罗宾逊与他人串谋实施一项或一系列行动 为不同人士违反移民法提供便利 今年的10月23号 英国警方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 发现39具遗体 罗宾逊为涉案司机 经调查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盛产石油的阿联酋被很多人戏称为土豪之国 其中迪拜更是以豪华著称 但这个富豪扎堆的城市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却表现不佳 今年10月份 迪拜公寓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万阿联酋迪拉姆 约合2.4万元人民币 而在2014年 迪拜公寓的平均价格曾达到每平方米4.1万元人民币 目前的价格相比5年前已缩水了大约40% 从宏观角度看 迪拜房价下跌主要是受经济不景气影响 2014年以来 国际油价持续低迷 阿联酋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迪拜房价随之进入调整期 当地时间24号 一艘搭载14600只羊 驶往沙特阿拉伯的新德女王号货船 离开罗马尼亚东南部米迪亚港不久后发生轻浮 船上全部21名船员已经获救 但仅有32只羊获救 罗马尼亚牲畜出口商协会发表声明 要求紧急调查这起事故 并表示 如果不能在长途运输中保护牲畜 就应该彻底禁止这一行为 当地非政府组织动物国际成员告诉媒体 新德女王号货船涉嫌超赛 马来西亚当局和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公署 25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英国同意从马来西亚运回42个装有塑料垃圾的集装箱 根据声明 这些集装箱于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间陆续运抵马来西亚的槟城港 未遵守相关进口文件属于非法 马来西亚敦促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塑料废品处理方式 停止把这些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 今年5月马来西亚宣布把450吨进口垃圾送回加拿大 日本 美国等地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诗员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